《瘋狗編輯失文集》 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瘋狗編輯失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瘋狗編輯失文集》 《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享譽,肉扣重促 我的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學 不知道怎樣選擇呢? 我們想移民加拿大 不知道可以怎樣申請呢? 不用擔心 我們《瘋狗編輯升學顧問有限公司》 幫到你 我們有多年行業累計經驗 專注加拿大移民升學計劃 那你們公司有什麼優勢呢? 在加拿大升學 我們在多倫多RICC學院 在港招生處 面試評分一步到位 手續簡單方便 而在RICC畢業的學生 更有90%升讀當地名牌大學 那移民呢? 投資移民一條龍服務 僱主擔保 專業自僱 創業移民 政府監督 用心及專業的服務態度 了解每位客人所需 用最適當快捷的方案 為所有學生及家庭 達成移民的夢想 查詢熱線 2757-0200 一周時事 和大家見面 上個星期 我們就口輕輕的 預測下的星期 結果就是 前所未見 所以後面我都轉了螢光幕 今天呢 要先講一講 因為呢 近來都頗多朋友 去思考移民的問題 特別是英國 因為大家知道 應該在2021年1月1日 那個BNO 5加1的政策就實行了 今晚呢 我們在11時半之後 即我們第N節 即最尾那節 就會有個朋友阿Joe 大家都很熟悉他 他就會講講這個BNO 那個 資格 譬如說去英國定居 去置業 去讀書 以及居留 那些情況 那些概況 也很值得大家去聽聽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 好了 既然那個結果未定 今天都給小時間 Julian 他有什麼新產品 給大家 是啊 今天有新產品 但是這個產品 不是給人用的 而是給動物用的 其實原油就是這樣 這幾個星期都提了很多新聞 看到有不少關於動物的新聞 即有些動物被人丟到街上 然後 然後又竟然上個星期 有一隻野豬被人砍了頭 很恐怖 好像不是在香港 在香港 在香港 台長知道我有養貓 我本身是養狗的 但很慘 現在我家裡有貓 所以養不到狗 所以有空 我現在就去一些 野豬牆 玩玩 做義工 讓我可以親近一下 小狗 然後我發現 有一件事 可以很容易收買到 現在我真的覺得自己很慘 現在我會收買動物 就用一些貓 去收買牠們 所以我現在發現了 有一種貓 有一種零食 這個不是零食 就是狗骨 不能吃 就是選的狗骨 但我看到那些狗狗 非常雀躍 全部狗公養 就變成像我一樣 這隻狗骨 麻煩技術人員 梳章上出來 這隻是喜馬拉雅山出產的 好牛芝士所造 所以它非常有營養 大家現在經常聽到 好牛奶 好牛娛 好牛就在高原地方生長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西藏人 在西藏很難種植物 變成他們的營養來源 就很狹窄了 但是好牛 已經給了他們 很充足的營養能源 令到西藏人 都是這麼健康的 所以好牛奶 做的好牛芝士 就非常之 對於我們的動物 尤其是現在 我們的草物 這麼簡陰紮飾 就可以讓他們選擇 尤其是給狗狗 這個放入微波爐之後 你叮完之後 就會爆開它 我給了一些 我的貓試 其實我給牠舔 因為我的貓怎麼會跟狗比 不要緊 我看到我的貓舔舔得很開心 所以想介紹給大家 這兩天 我會在我的貓搜尋 詳細介紹這個產品 以及跟大家說怎麼買 詳情可以到我的貓搜尋 也麻煩工作人員 就是這個 國際化本土日常生活 又或者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WhatsApp 我的助手Cindy去詢問 但是這兩三天 我會上載一個報告 專門討論狗骨 到時候拭目以待 有句話 狗咬狗骨 那意思就是 狗是喜歡咬狗骨 Julin 我相信過了一兩星期 還有一些新產品的介紹給大家 會有很多 反而我看到香港人 自從我拿些東西回來買之後 我發現原來有很多東西 都很吸引到香港朋友的選球 今天我拿了一隻阿拉伯香水 給台長試 台長是否喜歡 我私底下問你拿了 是啊 那個味道還可以的 這個就是沉香木 我都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觀眾 喜不喜歡阿拉伯的香味 如果喜歡的話 我就不妨拿些回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這樣的 Julin 他拿回來的那些產品 為什麼我說 會經常要他說 因為是很exotic 很異國風情 異國風情 就不是純粹你消費 或者你去買這件事 我希望Julin 譬如說他有一些 這麼有趣的東西回來 你介紹一下歷史 例如剛才你提到的沉香 是啊 沉香 那是什麼來的呢 阿拉伯的沉香 其實那支香水 我也不拿出來 因為我不是跟別人做廣告 但是阿拉伯香水 首先它的味道 阿拉伯香水和法國香水 味道一定不同 法國歐洲的香水 它們是淡一點 還有聞起來會過香多些 但是阿拉伯香水 首先它們會下沉香 射香 會用一些非常濃烈的氣味 多數的男性都喜歡阿拉伯香水 多於歐洲香水 我一聞就知道不是Chanel 那些東西 但是你不說 因為我當然沒有錢去買Chanel 那支應該是什麼 我忘記了 內宜那些 五號 五號 我上海神秘之爺說 但是後來也不夠資料 但無論如何 總之就是 譬如我們去介紹產品的時候 我不是只想介紹 我是想 這個節目本身 它有很多國際的資訊 我就想透過這樣的形式 去介紹給大家 就不是純粹那個產品的問題 因為後面的歷史很有趣 譬如之前的人 要老年那麼遠跑去印尼 跑去印度 去買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本身的產品 在歐洲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完全是沒有的 那段歷史本身就很出味性很強 就是促成了一個全球化的原因 是的 好 今天我們要回到正題了 今天很簡單 那個魏民主派 他們被人掃地出門 我有兩個字 我一定不會在這個節目用 其一就是泛文 第二就是總詞 因為我寫文也寫過幾次 就是自從2010年 民主黨他們走進去中聯辦 跟這些中國的官員開會 秘密開會 之後沒有泛文 只有魏民主派 第二樣東西 現在這個不是總詞 不是總詞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這四個被掃地出門的議員 他們走了之後 根據現在的法例 他們是可以任何時間 去拘捕 不要習慣拘捕 現在說明都沒有去到最大 就是拘捕 就是將他那個臨立會裡面 那個議員的席位取消 所以我覺得大家用詞方面 不要因巡苟邪 在外面坊間 大家都是這樣用的 因為你講到總詞 大家都被委任進去 因為你一說 大家會忘記了這件事 他是被委任的 還有他那個議席 根本是沒有legitimacy 其實我想再說一件事 就是由十月開始 看到網絡上面的風向 無論是年輕 或是年紀比較大的朋友 有很多已經是 對於這班接受委任的議員 他們的表現是非常之反感 還有是對於立法會 現在現任那個 沒有legitimacy 沒有legitimacy 沒有一個認受性的立法會裡面 發生什麼事 真的不會理會 所以就說 我想有一部分議員 看到我自己 如意算盤打不響 我打算進去 那些人還會 義無反顧地支持我 但是香港市民的眼睛 大多數都是雪亮的 你說至於批評和罵 很多人都在罵 我完全對他們沒有希望 所以我們罵那個興趣也沒有 但是我們會做少少分析 當然罵方面 要看一看 說這麼多次 其實我們 老實說 台長 我們不單止你 我 有這麼多人罵我這麼多次 其實罵得到的話 都會給我們少少動力 去繼續提點他們 罵你也會有些新的 罵才罵 因為就是我們罵的 應見了 我不是毓民 他就算用回同一個角度 他也有些新的辭匯 新的方法去罵 我沒有 所以我就不罵 但是我自己說的是 梁家傑 他也是一個在香港很資深的政客 曾經是公民黨的黨魁 他今天就說說 想不到共產黨會這樣 我覺得這個說話 真的要去罵 罵是甚麼原因 因為我做了記憶幾十年 目睹這班藝民主派 這麼多年 遇到類似的情況 都是愚夢初醒 為甚麼共產黨會這樣 為甚麼共產黨會這樣 是愚視了幾十年 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愚夢初醒 現在 你就算是一個在街上的中學生 都不會對香港的政治 有一個低水平的認識 我又不會猜到他 他是假裝出來 如果他是真心相信 我只能夠中國的說話 就是你收屁 不要再出來獻世 你完全跟不上時代 香港人其實已經是 對這班偽民主派 是很寬容的 即是被你騙了那麼多年 這麼順滩 即是如果你濕政來做 責任就不在這班偽民主派入面 是這班容許 是縱容這班偽民主派在香港 騙了香港人 騙了港主那麼久 即是這是你活該的 即是如果日後 因為你信任了這班偽民主派那麼久 而你要付出一個代價 我覺得責任就不在偽民主派 即是你這班偽民主 那罵下去我就沒有什麼 所以我就換另一個角度 那Julian 首先一件事 就是你也有去過立法會 那你覺得立法會這陣子 不是 林立會 即是以前是立法會 現在在10月開始是林立會 那你在林立會 那你在林立會開始 有沒有去做過採訪 也有的 零聲 但是在裡面 老實說 那些記者的口臉完全不同 很多記者走進去 是做自己的事 即是我已經可以跟大家說了 很多記者走進去 然後看那個螢幕 然後那個螢幕 其實有些是玩Facebook 因為其實 看到他們在議會裡面 大家不會覺得有什麼新聞 那一到行禮如宜 最大單新聞最爆的那天 就是問 咦 為什麼那票投給了梁美芬 究竟哪一個是鬼 最大的新聞就是那天 是的 哇 梁美芬 怎麼不適合 應該有一個化文投了梁美芬 但到今天都沒有人出來應投 那個人是什麼委員會 記得嗎 我忘記了 你待會再檢查 即是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我們是猜到 一定在這件事派攬完 已經是猜到的了 但是最大的crunch 可以說 咦 為什麼會有一票 supposed是化文的 會給了梁美芬 但有沒有那票也會贏 是的 其實有沒有那票也會贏 但我們後心想 究竟是不是又按錯 是又按錯 還是故意的 因為我們很悶 我們很悶 我們很悶 自然想有些東西作一下 但還是找不到那個人出來 坦白說 現在去林立會裡面做這些記者 我想那些人沒有了心機 沒有了心機 就是 譬如說這一屆 2016年那一屆 很多資深的議員 都要是退役 要是沒有選 要是大選 綜合來說 發言的內容 都不應該說水平 因為根本沒有水平 沒有水平 所以不需要說 很慘 所以 你去做 其實是一種虐待 精神虐待 絕對 其實台唱 不散閃 其實台唱是好的 不散閃 就是有些大台 他們一定要排的記者 或做 stand by 那些stand by 記者才是最慘 因為很悶 沒有工作 等待的時間 過得特別長 其實等都不要緊 坐在那裡聽著那些 很沒有內容 很空洞的議會發言 如果你說它荒謬就好 你可以當一下笑話聽 例如講一下 蔣麗雲 袁秋 他說是躺的口罩 我到現在還記得 但你不是 你又悶 又沒有東西 又沒有娛樂星 但又要逼著我聽 又要我作弊 要我聽著一些沒有營養的東西 在作弊 我就跟他說 真是心想 不如你一槍打死我吧 我的頭 行嗎 我的頭